OK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talk 今天主要是我还有我的同事 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 这个介绍就是如何优化Kubernetes Scheduler 然后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然后我是来自自杰跳动的任玉泉 然后这个是我的同事 对 我是来自自杰跳动的李斌 然后主要在编排调度团队工作 OK 今天主要是分三大块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去优化调度团队的 首先去做一下一个background的介绍 然后是如何优化的一些细节 然后最后可能会做一些总结 然后看看我们未来可以做哪些事情 然后这个第一部分呢 可能是由我来给大家介绍 然后先请我的同事休息一下 OK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的这个内容主要分三块 第一块是background 第二块是一些优化的一些细节 然后第三块也可能是一些future work 大家可能都了解kubernetes 然后这个图是我们在网站上面摘下来的 然后这个上面写了kubernetes 就是一些scalability的一些情况 然后可能它支持的nose的这个size大概是5000 然后pause的话是15万 然后在我们的实测的过程中 我们大概如果我们的production environment 有5000个节点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throughput可能 就是scheduling的throughput可能会非常低 如果我们的scheduling semantics如果比较复杂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甚至可能低到每秒钟就调度几个pause的这种速度 所以这个可能不太可取的 而且我们可能还会去做一些 比如说再离线很不就是一些online service 还有一些offline service 比如说一些streaming或者batching的这种工作 然后co-location 所以他们对throughput的要求会非常高 然后如果完全的wending live scheduler 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然后这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kubernetes 首先kubernetes scheduler它在feature支持上面 可能就没有办法比较好的去支持一些offline tasks 然后现在kubernetes scheduler 他们也做了就kubernetes community也做了一些工作 就是比如说他们 去研发了一些kq或者一些 类似的这个这个组件或者功能去支持一些offline的一些调度 就比如说streaming或者batching 但是其实整体上这些情况可能不是非常的完善 然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也说了 刚才也说了我们可能再离线想要说去混布 那混布的话它的这种吞吐啊 包括规模的要求都会比较高 然后如果cluster size比较小的话 那么我们混布的话可能它适用的空间会比较小 然后我们可能希望说做大这个单集群的池子 然后进一步的提升一些资源的利用率 所以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所以我们我们是说我们可能 呃原生的kubernetes scheduler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里一个背景可能就是kubernetes scheduler 它为什么吞吐会比较低 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 首先它的这个整个的架构是一个单体的架构 他就是一个instance 然后它的那个扩展性可能是有一个上限的 就我们无论如何优化吧 因为kubernetes它要调度的时候 它要进行的这种计算量是在那儿的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为这个 Kubernetes里面的concept叫Pol 我们会需要去为这个Pol的匹配每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复杂的计算逻辑 比如说affinity或者anti-affinity等等 那么这一些计算量导致了 它的整个的吞吐就不会很高 然后同时它又只是一个单体的调度器 所以它又没有办法去做很灵活的水平扩展 所以它的上限会比较有限 然后同时Kubernetes实现的过程中 它的queue cache包括catch到snapshot的这种thinking的逻辑 包括整个的scheduling framework 包括preemption的这种logic 可能都有一些可以优化的空间吧 然后这一块的具体优化细节 我同时后面会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 所以就基于此 我们就基于前面我们的一些 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要求 包括kubernetes scheduler的实现 所以我们说我们可能是基于kubernetes scheduler 然后去研发一个自己的scheduler 然后我们内部叫它getter scheduler 它是一个unified scheduling scheduler 它既可以去schedule 然后那个kubernetes就是比较好的一些online的一些task 比如说microservice等等 还可以去调度离线的任务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p流等等 还有ml的一些任务 然后我们其实优化主要会分两块 刚才提到了我们的那个kubernetes的这个实现上面 有两点可能是我们想要去优化的 一个是整体的架构 还有一个就是具体实现的细节 然后架构方面可能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吧 就首先kubernetes是单体的 但是getter呢 我们是希望它做一个可以水平扩展的 所以说我们把整个的scheduler分成三个component 第一个叫dispatcher 第二个叫scheduler 第三个叫bender 我们其实是受google的那个paperomega的启发 我们其实也是说 想要去做一个乐观并发的分布 就是并行的一个调度器 然后dispatcher呢是所有应用的入口 我们把所有的pending pause 然后收敛到dispatcher这里 然后scheduler 它其实是做主要两大块 一块是scheduling 一块是preempting 但是它只是去做一些推荐 做一些计算 但最终具体的执行 比如说bending的操作 或者preempting的操作 可能会放在bender这里 然后其中scheduler 它是多分片可以并行去工作的 然后因为是乐观并发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冲突问题 然后这冲突问题的收敛 解决是在bender这里去做 然后这几个组件的主要的工作 其实在这个图里面也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dispatcher呢 可能就是去做一些 应用的分发 因为scheduler是并行工作的嘛 它是有多个multi instance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把这个一个集群里面所有的任务 分给多个scheduler去工作 然后这个是主要的它的工作 然后同时它分发的话会有一些策略 然后包括应用排队的一些策略 包括可能我们需要去维护scheduler的一些status 所以它会有一个scheduler的maintainer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为了缓解一些乐观冲突的问题 可能我们需要去做一些partition的这种操作 那partition的这种 跟节点之间的这种映射关系 可能也会让dispatcher去做 然后scheduler刚才介绍了 它主要就是两大块工作 一块是调度 一块是抢占 然后这里我就不再具体的去介绍了吧 这个可能是最耗费CPU算力的这么个操作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的东西给它分片化 然后可以水平并发的去扩展 这样子的话 希望是说进一步的去提升它的这个天花板 就是吞吐的天花板 然后bandon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缓解乐观并发scheduler带来的一些冲突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要去执行具体的抢占 还有那个调度绑定的这个操作 对 所以整体的架构上面 我们从一个单体的调度器把它切成了几块 让它可以水平的并发工作这么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在每一个scheduler instance里面 就是中间的那个scheduler instance 可以水平并发工作的scheduler component里面 它其实也是一个多进程的去调度 因为我们内部其实会基于 比如说QS做一些应用的划分 然后我们的这种划分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就是guarantine的resources 还有就是best effort resources 我们的best effort可能是来源于 就是已经分配的guarantine resource 但是实际运行中没有用的 所以类似reclaimed的这种resource 我们把它回收过来 然后他们其实资源之间是正交的 它没有任何的overlap 所以他们天生是可以并发调度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集群里面 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label 把它划分成多个不同的调度域 比如说我们的rec或者zone 或者这种概念 那么不同的调度域之间他们的资源也是没有overlap 所以他们天然是可以concurrent scheduling的 所以在单个的scheduler component里面 我们也是可以多现成的去并发调度的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说我们的并发与并发之间的这些pause 他们所使用的资源也好 他们所可以去落地的那个节点之间的这个作用域 他们是正交的 没有任何的overlap 所以不会有调度冲突 对这个是整体架构上我们去做的一些改善吧 然后具体的就是算法 还有就是数据结构的优化 下面有请我的那个同事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OK 就是首先分片并发是一个最直观的优化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通过各种算法和数据结构 把单个分片内的吞吐优化到极致 OK 然后第一个是数据同步的流程 就是前面我们的PPT也提到 在调度里面它会有一些catch和snapshot 然后在调度的起始 我们会把catch里面所有的信息都同步到snapshot里面 作为一个静态的数据员 提供给整个调度流程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 如果我们要同步的数据量很大 这个时候它的热点会显著的增强 那么怎样减少这个数据同步的开销呢 就是我们期望能够通过一些某种机制 来让这个同步变得增量 而不是全量 熟悉KPS原代码的同学可能知道 就是Coopers Scheduler 它使用了一个类似于LRIU的机制 去追踪NodeInfo 然后给这个NodeInfo 去附着一个Generation的时序值 借助这个时序值 我们能够去通过一些时序降续的便利 来找到那些需要更新 或者需要添加的对象 然后如果是有一些对象需要删除的话 我们会在整个对象便利之后 通过反向的便利Snapshot 找到那些需要删除的对象 OK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增量更新的 简单的一个机制 这个也在Coopers Scheduler里面有实现 但是问题的点在于在Gordard里面 我们不仅要维护NodeInfo这一种数据结构 我们有各种各样丰富的feature 丰富的数据依赖 然后各种数据结构可能都需要增量更新 所以我们把它抽象出一个基础的一个存储 作为一个公共的Generation Store来使用 具体来说 Generation Store会提供一个读和写两个方法 然后这个接口对象会有两套不同的实现 一个是List Store 意味着这个东西会在Catch里面使用 然后它会通过一个双向链表来维护时序的降续 以及通过一个哈希表来支持我们快速OE的去找到某一个具体的对象 以及对这个对象进行一些删除或者插入的操作 OK 然后第二个是RowStore 它会在Snapshot里面使用 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对象存储 我们可以由一个key 所引到这个对象本身 然后需要在着重提到的一点的是 我们的在List Store里面真实的对象是作为一个链表元素的subfields 或者说作为一个结构体字段来存储的 然后当我们去更新一个对象的时候 这个Generation值是在我们调用Generation Store的set接口的时候自动维护的 所以我们也我们整套机制下来相对于CubaScheduler的那一套机制会更clean 更封装的会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把所有内部实现的那个Storage都做了迁移 并且用Generation Store重新实现了一遍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下角看到这个效果 就是整体的数据同步开销有极大的优化 然后最终反映到我们的E2E上面 就是整体E2E从分钟级下降到了毫秒级 而且保持了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 OK 接下来是数据同步的第二个环节 就是处于调度效率的考量 其实每一个pod在调度的时候都不会便利所有集群中所有的节点 而是找到一定数量的可信节点之后 或者是一定比例的可信节点之后 就会立即停止 那么这个调度就一定会有空间局部性 CubaS上游他在为他尝试消除mitigate这个空间局部性的做法 是说他在catch里面按照托普域去维护一颗NodeTray 本质上它是一个二维数组 就像图左边所示的那样 然后在调度起始进行数据同步的时候 会把这个NodeTray按照横向便利的方式 把它压平成一个线性的节点列表 就像右边这样 但是这个机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是说他期望做的离散 但实际上并不离散 就像我们在第二行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便利的四个节点 可能每一个Zone里面都会有一个节点 但如果我们便利到最后 我们可能会发现 末尾的这些节点都属于同一个数量比较多的Zone 所以这个离散是没有办法做保证的 他只是可能尝试这样去做 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离散 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说 整个这个线性列表的重建逻辑非常的重型 而且它的出发条件非常容易达到 比如说有一些节点的增加节点的删除 或者一些其他的数量mismatch的情况 都会导致整个节点的重建 那么我们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保证真正离散性的同时 充分利用一些已有的信息来减少这个重建的开销呢 OK 接下来我们对整个线性列表做一个增强 就是我们期望的是说 能够通过OE的时间复杂度 完成节点增加或者节点删除的操作 那么举个例子 当我们增加的时候我们直接把一个节点追加到 信息列表的末尾 而当我们删除的时候 我们把要删除的这个节点与末尾进行一个交换 然后把末尾切掉 OK 这个整体的增加和删除的流程都是OE的 所以我们能够很快的去维护所有节点的列表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整个集群里面所有节点的 add update delete 本质这些事件都是随机的 所以回到前面那个LRU 其实这个是和时序是相关的对吧 时序和节点在这里面的顺序是相关的 因为每一个节点事件的随机性 所以这个每一个节点在这个线性列表里面的下标也是随机的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能够保证 我不管取多么长 任何一个长度的区间 这个区间里面 不同托普域的节点的比例 都是和它全聚比例是一致的 具体的证明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线下再聊 这里就先跳过 OK 然后这里的效果是说 我们在超大规模集群里面 解决了这个数据同步的热点开销 这里有一个线上的一个case 就是我们有一个超过两万节点的超大规模集群 然后这个集群里面 有超过一百万个pod 以及它每秒都在处理 超过一千pod的incoming workloads OK 然后在通过前面的这个优化 整体的这个E2E的实验主要分 实验的主要分布 从上面的那个分钟级 下降了一个毫秒级 当然你可以看到右上角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长的E2E 这个是因为它有一些pod 确实没有办法被调度 它就是调度了很多轮次 也没有办法调度完成 所以拉长了整体的时间 但是对于那些可以调度的pod都能够在几十毫秒内得到调度 然后另外说明一下这里的E2E是说一个pod在进入我们哥德尔的dispatcher进行分发的时刻起 一直到bander创建create banding结束 所以它是一个多组件的一个流程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就是调度阶段我们遇到的问题 以及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调度阶段第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高资源水位 因为这个在大规模集群里面会比较常见一点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 在调度的时候 在当前的这个filter和score的机制下面 我们需要找到一定数量的fisible nodes 进入后面的score流程 OK 假设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两个fisible nodes 如果资源水位比较低 比如说第一行 我们可能便利四个节点 就找到了两个红色的可行节点 但如果资源水位比较高 比如说第二行 我们可能一直要便利下去 都找不到两个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点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期望它不这么一直便利下去 这个是因为如果资源水位比较高 你要找到特定数量 一个是要找到这样特定数量的fisible nodes 有可能是根本就找不到的 还有一个是说 你要找到这么多节点 本质是为了保证一定的调度质量 但实际上如果资源水位就是很高 然后你的可行集合又是很小 你所谓的找到的这个最优的节点 也是个伪命题 因为集群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你当前所做的调度决策 只是这么十个节点里面的一个最优 本来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视角 那么所以我们在想 首先上游k8is它提供了一个调 参数配置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percentage或者是一个number来决定 我要filter过去参与score的节点数量 但这个是一个静态的值 它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机群 尤其是当大规模生产机群里面 它的资源水位每时每刻 每天每个小时都在频繁波动的时候 OK那么我们就在想能否构建一个 更加智能的动态调节的机制 这个机制可以根据当前集群运行的状态 做一些调整 而不需要外界的干预 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case是说 我们让这个visible node的预值 伴随着filter node的数量增加去减少 通过这种方式来 让它提前的结束整个filter过程 这里的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可以考虑在内 比如说我们可以不仅考虑这个filter node的 已经filter的node的数量 还可以考虑一些pending pod 还可以考虑一些 就是那个当前的throughput incoming速率等等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能在这边就是 当我们遍离到node9的时候 就直接达到了那个下降的那个新的预值 那么就提前结束了 OK通过这种方式来 快速的结束整个filter流程 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这所有的一切 都会在调度器内部去智能的去做调整 它会根据集群状态自己去动 而不需要外界的干预 OK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那种根本无法调度的pod之外 其他的几乎所有的pod 它的整体的algorithm latency 都下降了超过50% 而且还有就是下面有一些 我们收集的指标啊 就是evaluated node 就是意味着它filter的多少节点 fisible nodes就是找到多少可行的 通过这个数据你也可以看到 在升级之后 升级是大概在中间的那个时间点 在升级之后 evaluated nodes的数量有大幅的减少 但是fisible nodes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OK 这个是一个相当于调度质量和调度囤图 之间的一个自动化的trade off OK 第二个是说不可调度的情况 对于不可调度的pod来讲 它可能会先后经过多个轮次的调度 那么假设第一个轮次 它已经便利了所有的节点 并且拿到了不可调度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轮次里面 所有节点对于它来说都是不可用的 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或者经过一定的queue hint的逻辑 触发 这个pod可能会捞出来进行一个二次调度 在二次调度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多节点是上个轮次已经访问过 而且这个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它是没有必要再做一次重复的filter逻辑了 OK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识别这些信息 如何去避免那种没有意义的计算 我们为pod和unit分别实现了调度上下文机制 在这个调度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记录一些有用的信息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pod里面去记录一个上一次调度的时候节点的最大generation值 那么假设在上次调度失败的时候 有一个假设一个generation就是一个x 所有小于等于x的节点 对它来说都是不可调度的 那么在第二个调度论词里面 如果它遍立到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generation是小于上一次记录的值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跳过 这个是无损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 这是一个简单的case 我们只是不考虑cross node的conference的情况 就是能否调度只受这个节点本身状态的影响 OK 然后可以看一下数据和我们的效果 就是右下角是一个我们统计的 这里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PPT上会 那个PDF上面会更清楚一点 右下角是一个统计的那个revisit node的百分比 可以看到对于很多pod来讲 对于很多不可调度的pod来讲 它在多个轮次里面有高达70%甚至以上的节点 都是重复访问的 所以这个可以减掉的 可以减掉的这部分计算是很大的 然后左边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就是一个不可调度的pod 它在第一个调度轮次里面花了27毫秒 但在后续的调度轮次里面 仍然是不可调度啊 后续的多个反复尝试里面只用了7毫秒 就完成了整个调度过程 OK 接下来是另一个最重型的过程 就是抢战 我们知道抢战它本身也是一颗搜索树 它会并发的在每一个节点上去执行大量的重型的计算 包括它要决定一个节点上所有的pod 每一个pod能否被抢 以及如果它可以被抢 真正要选择作为victim的是哪些 以及我们把节点选出来之后 这些节点里面怎么找到 我们真正要发起抢战的那个节点 OK 这个整个流程会涉及到大量的pod与pod node与pod之间的一个计算过程 尤其是对于哥德尔来讲 我们的抢战规则更加复杂 这个整体的计算开销会比Coopers 更加的要重很多很多倍 OK 那么我们就考虑 如果我们的计算逻辑本身没有办法简化 有没有方式通过缩小数据范围的方式 来实现整个流程的加速呢 第一个点是说我们怎样去缩小一个节点上面 参与抢战的pod的范围 OK 考虑到优先级是抢战的基本原则 其实我们可以提前在节点上面 基于优先级对pod做分类和维护 比如说一个节点上原来有P0到P10 有十来个pod 但是如果我们对把一些不可调度的 不可抢战的pod直接踢掉 把可抢战的pod按照一些规则 比如说我们哥德尔内部定义的一些QOS 给它做一个分类 然后按照优先级去做排序 那么对于一个具体的pod来讲 它需要考虑的pod其实只有前面的两个 所以这个数据范围就从十来个索减到了两个 OK 这个是让更少的pod去参与抢战 第二个是说我们有没有一种方式 让更少的节点去参与抢战 因为我们考虑到抢战的本质是释放资源 那么如果一个要调度的pod的优先级是确定的 它能够通过这个优先级去抢战的pod的集合也是确定的 那么在这个集合下面 它能够释放的资源也是确定的 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快速的判断 我抢战掉一批pod之后 释放的资源与节点剩余资源加在一块 能否满足当前pod的要求 如果不能满足 那么这个抢战 后续的抢战流程都可以被跳过 因为它一定是不能成功的摆放当前要调度的pod OK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有了优先级 有了排序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确定 某个优先级下面可以释放的资源量呢 这个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前缀合的问题 OK 现在更加复杂的点是说 一个节点上面的pod 它会以非常高的频率去插入删除 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节点顺序 就是基于优先级的排序的同时 去维护这个资源前缀合呢 我们引入了一个splay trade的数据结构 这个数据结构 它本质是一个二叉索数 我们可以在log n 的时间复杂度内 完成插入删除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splay的操作 来旋转这棵树 来通过树的指数球核的 一个指数核 把它转成一个区间核 OK 通过这种方式 整个的插入删除以及查询 都可以在log n 的时间复杂度内完成 也就是说 即便一个节点上有两百个pod 我们也可以在八次计算之内 把资源前缀合算出来 OK 最终的效果是说 我们在整个抢占流程上面 实现了一个比较高效的简直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 并非所有的节点都会进入抢占流程 也并非所有的pod都会进入抢占流程 然后在大规模的这个潮汐混布机群里面 我们在潮汐场景会有大量的抢占嘛 整体的抢占的吞吐提升了十倍 然后不可调度的case 可以在两毫秒内通过启发式抢占 抢占快速减掉 而不可调度的case 之前是最花时间的部分 OK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创新的设计 它在除了增强扩展性的同时 也能够比较好的去实现一些性能的优化 比如说这边我们有一些unit 语意抽象 以及unit的调度框架 具体的细节比较多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先下聊 就是我们这里只要关心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实现一些调度阶段的划分 以及调度数据的预处理 比如说对于demon set的pod 我们可以在locating阶段 把这个整个节点范围缩小到一个节点 因为demon set的node affinity就指定了一个节点 OK 这样子我们在一个两万节点的规模的集群里面 把demon set的调度时间 从30毫秒达到了0.3毫秒 我们单机有很多agent 那些本身都是demon set 它们的更新频率也很高 所以这个就解决了那种单机agent的更新的效率的问题 OK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unit聚合 在这个unit框架之下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unit聚合 来实现更高效的调度 这边有一个case 就是右上角是一个我们的数据统计 就是我们通过application unit 在一次调度之内 用一个unit汇聚了上千个pod 然后左边是我们的效果 就是我们的升级时间是在大概中间的位置 就是可以看到升级之后 整个集群的e2e都被打到了一秒之内 然后这个集群是一个两万五千节点的超大规模集群 在升级之前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这个调度是有比较剧烈的波动的 整体的这个e2e可能高的时候会超过一分钟 对 然后在升级之后 所有的这些人物都能在一秒之内得到调度 OK 这个是我们的unit聚合的调度效果 然后第二个是说有一个commonstore的数据流机制 我们和上游K8Sscheduler的想法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的思路不太一样 上游K8S它有很多时候都是在插件prefilter或者prescore的时候 它会做一些临时的大规模的数据计算 而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些计算能够通过一些 在实践响应流程里面的预处理去做到 然后通过一些预处理来减轻插件运行式的计算逻辑 OK 然后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store会 我们的catch会响应两方面 我们把所有的修改都收敛到两方面 一类是外源性的集群变动 比如说各种resource object的add update delete 还有一类是内源性的调度决策 比如说pod的assume和forget等等 然后细节比较多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下来聊 就是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机制 我们能够在调度功能不断扩展 就是我们不断的新增plugin 不断的新增存储 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功能扩展的爆炸扩展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一套机制 来保证整个调度的性能不会产生回退 甚至说我们能够避免新的热点产生 OK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据流机制 OK 然后我的这个部分到此结束 好 于全 感谢我的那个同事的这个分享 因为这个很多的内容 他的分享的很多内容都是涉及到数据结构 还有算法的一些优化 可能有相关背景的同学可能会 能比较容易的去知道 但是如果有一些同学没有相关的经验的话 可能听起来会有一些吃力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线下找他去再去讨论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嘛 就是说我们通过优化架构 还有优化一些数据结构跟算法 其实我们能做到什么呢 我们能做到在我们的单分片 就是我们的scheduler 刚才也提到了 dispatcher scheduler跟bender三组件 我们只需要一个scheduler instance的时候 我们在资源充足 调度余异 就我们线上的调度余异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情况下 我们能做到2000每秒pause的吞吐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scheduler的component 乐观并发增加到比如说三组件 三个schedulercomponent concurrent scheduler的情况下 我们基本可以做到5000pause每秒的这个吞吐 当然我想说一下这里的这个吞吐是发生在 一 集群资源规模比较充足 它的资源数据不是很高 然后命中率 就是调度的命中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然后其次就是它的调度余异 不会有非常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anti affinity这种比较好计算的 这个余异这个情况下 还有就是刚才我同事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字节内部 我们最大的集群规模是超过2万节点 超过2万节点 然后我们的应用instance的数量是超过100万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get a scheduler也是能比较好的去支持的 然后当然它也有一系列的其他组件的优化 比如说APS server 包括后边的EDCD 然后等等 然后通过就是我们扩大单集群规模的话 其实我们也能比较好的去做到 比如说混步或者提升CPU利用率等等 这个我们最开始强调 最开始提到了我们的一些出发点 那这个来源于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get a scheduler 现在其实是利用kubernetes的这一套机制 event 驱动的 然后都是可以 都是连APS server 然后通过EDCD的这些events 来去相互之间去交流的 后面我们可能会说预期把他们的通信收敛到 一个内部的通信机制里面去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同事也提到了 就是unit跟pod之间的这种关系 其实unit是我们自己内部 就或者说getter的一个concept的 我们其实想说因为我们要支持离线的话 我们可能除了这个真实的container这个instance之外 我们还要一个更higher level的一个概念 就比如说经常我们能遇到 比如说ML的就muchelining的应用的话 他可能很希望说一个job里面所有的task 他们都放在一个网段或者一个交换机底下 所以这个时候kubernetes的调度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需求的 所以我们在pod之上又抽象了一层 就类似我们在开源社区经常看到的podgroup这种概念 就我们getter叫unit 他就是说pod之上类似job这一层概念 然后unit之间很多的instance是可以share同样的template的 所以它可以会有一些比如说缓存或者计算的优化 刚才我的同事也提到了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unit 在就是具体的结构化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支持的是只有podgroup这一层 这一个实力对象 那未来我们比如说kubernetes里面的replica site 或者stateful site等等 他们都是类似这么个概念 然后未来也会是说提供一个更通用的unit的这样的一个concept 然后去支持这种p调度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同事也介绍了很多就是数据结构跟算法的优化 然后我们可能未来还是说更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如何去trigger 如何去触发那些unschedulable queue 然后往active queue的这种移动 然后现在可能都是盲目的 就是如果有一个resource的update events的话 我们可能会去把所有的pod都移动到一个active queue里面 这样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 可能还会增加无效的计算量 我们可能更期望是说有一个更精准的更intelligent的这种触发机制 然后以及我们更好的一些数据结构跟算法的实现 这个可能都是未来的一些计划吧 然后刚才提到了我们的geta scheduler现在已经开源了 这个开源的这个仓库就是这个link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字节的这个开源相关的这个东西 在二楼有一个展区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那个展区那边去了解具体的内容 今天的分享主要就到这儿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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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就是其实我们我们对用户承诺的就是整个应用的一个sla 但是这个应用的sla其实是分解到不同的一个instance上面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从从一个这个调度系统组件的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是关注perpod的这个雷特调度的latency 但是其实我们也有聚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聚合unit的过程中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应用我们把它放在一个unit或者一个podgroup里面去 而整体的这个调度的latency也是会有优化的 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对外我们给用户给自己内部的用户承诺的是用户级别的sla 但是我们系统优化的话还是perpod的 但是pod跟应用之间的映射关系我们也有优化逻辑 对单单分片单调度器分片的话是大概是2000泡的每秒 整个链路是指什么 我说整个链路是指什么 这个整个链路会比较长 首先它依赖就是调度是其中的很小的一环 它占比其实比较小的 我们大概我们对外就是perpod级别的承诺 是我们p99的所有的调度应用 都是在一分钟之内会被调度上 这个是一分钟虽然看起来是很高 但是其实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有很多的unschedulable的这种干扰 所以基本上落地到每一个应用的话 都是在秒甚至毫秒级别 但是整个的ent to end的这个时长 它受影响会很多 就是调度是其中占比很小的一环 它最大的是比如说拉镜像或者setup这个container的时间 整体上是在分钟级别 自己的内部 对 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时间应该好像差不多了 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吧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待会这个会议结束我们线下交流 好吧 单个single cluster 里面 会 就是熔灾的考虑的话 我们其实有很多level 不同level的熔灾 比如说我们一个job或者一个应用 他们instance不能放在机器 一个机器上面 还有就是我们不同的机架上面 也有就是熔灾 还有不同的集群 就是VDC 都有相应的这个熔灾策略 都会在不同的级别上面去考虑 对 这个是个好问题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其实是会follow cubernetic scheduler 社区的这个发展 然后一些比较 比较我们可能需要的优秀的特性 我们会back跑得过来 但是因为代码的差异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没有办法比较好的 实时的去去去保持一致 嗯哼 因为我们每一个组件都会有自己的SLA 跟SIO的指标 然后他们会关注在 而同时我们每一个应用整体的 end-to-end的这个时间 也都是有跟踪的 然后今天 这个cubecon上面 我们好像会分享一个 calimetry这个project 它就是一个end-to-end的 在每一个step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个时间的这个跟踪 然后每一个组件都会作用 在其中的某一个stage上面去 然后它的这个时间优化是非常明显 可以看得到的 嗯 OK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这一次会议就先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线下交流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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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